這做完之後的話,其實順便補充一下 像剛剛這個程式比較冗長 當然你幾個方法,你可以把畫面拉寬一點點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在這個字串當中 你可以讓它換行 換行你不能隨便換行 比如說你今天隨便看一個地方 我這邊要換行就給它換行 那你移開一定會發現錯了,它看不懂 因為它不知道上一行跟下一行都在一起 那要怎麼樣可以換行 這個有個規則 一,請你找到AND的符號 AND的串接符號 一般習慣,比如說這邊也不是有一個AND AND的I放中間 那我的習慣是找後面這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這邊換行,比如說這邊有兩AND的AND 我找後面這一個 那請特別注意,請你在AND後面加一個空白 再加一個底線 空白加底線,你再AND就可以了 移開 它就知道說呢 你的上一行跟下一行 是接在一起的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別注意,一般習慣是找 假設兩個AND符號 我的習慣 那你前面也可以 後面也可以 那我習慣是 找後面這個AND符號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很長一串 那我希望在這邊好了 這邊有兩個AND符號 那我在AND符號的 後面這一個 空白加一個底線 你可以加空白或不加空白 也可以啦 或者在空白的後面加底線 ENTER 把它移開 只要沒有發生錯誤 那就OK了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 折行過來 就不會錯了 這個也可以啦 這個也可以 有沒有 兩個AND 我習慣在後面這一個 加一個底線 再ENTER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如果你更貼心一點 我的習慣是 把這兩行按TAG 為什麼 因為 它是在它的下一階啦 這樣看會 閱讀性會比較高一些些 另外的話 我的程式裡面都有這個縮排 這個縮排都是按TAG 那你想說老師這個TAG 是不是一定要加 跟各位講 這個部分VVA不加也沒關係 也就是說 你現在程式 全部通通在一起 它一樣可以RUN 只是說 然後呢 當你看到這個程式的時候 像我自己啦 我一定會先把它縮排 不然我會看得很想吐 我自己都沒辦法接受 因為我光看到沒有縮排的程式 我一定會把它縮排 有些同學 常常 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一看到程式全部都沒有縮排 我就會覺得 這 過OK啦 所以 養成好習慣 另外一個好處啦 將來如果你們對於程式 假如不排斥的話 以後 應該會遇到Python 因為Python現在太夯了 有沒有 我看那個書店 全部都是Python的書 好像沒有其他語言的書了 太熱門了 跟各位講 如果Python的話 它的縮排 等於是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你沒有縮排也不行 一定要縮排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養成好習慣 那你將來再去 跳到另外一個 程式語言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順手 所以我 從VBA跳到Python 大概在一個小時不到 我就很快就上手 沒有感覺 就是抓要領 其實他們之間很多地方是一樣的 一樣的就跳過 不一樣的找出來就好了 OK 那我就不一樣的把它抓出來 然後規則稍微比對一下 不一樣的記一下 一樣的就不用了 一樣的就照著做 其實很多地方都相同的 所以剛剛第一個 講到有關 END的符號後面加一個 空白加底線 才能夠 Enter 另外還有縮排 第二個的話 加一個Function 你想說 之前不是都SUB嗎 然後END的SUB 頭跟尾 那如果Function跟END的Function 會是什麼效果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假設不是按按鈕 像我們剛剛是按按鈕 那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 老實我不是按按鈕 我希望這邊插入函數的時候 能夠跳出一個類別 叫做使用者定義 裡面呢 我希望有一個函數叫 手機函數 然後呢 他能夠跳 按確定的時候呢 他會跳三個問題 那我就給他三個問題的答案 那他就自動幫我把手機號碼串接完畢了 我只要快點兩下 就可以執行出來 那這個要怎麼做 OK 這個也是我之前跟各位講過啦 VPA的 第二種應用 第一個是SUB 就是按按鈕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插入 函數的時候 可以自訂你自己的函數啦 所以白話的意思就是自訂函數啦 OK 那這個該怎麼做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好像這個應用兩個哪一個比較多啊 後來發現 好像這個還是比較佔大多數 好像大部分工作上 我也問了很多東西說 你們到底用哪一個比較多 好像這個都比較多耶 這個好像就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好像直接按個按鈕 OK了 就完了 可是這個好像 自己 來用好像 似乎還是沒有這個快速吧 反正不管啦 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那要怎麼樣可以去 產生剛剛講的 使用者定義 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要插入一個 Function的時候 把它清掉 他 會跳出使用者定義 那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呢 會出現的話 第一個 就是當你在 VBA裡面的模組 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會出現 那如果你 那個Function裡面有一個名稱叫手機 他才會出現 那如果你沒有半個的話 他這個東西是不會出現 所以這有同意說 是為什麼你的電腦裡面有 那我的電腦裡面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有寫 你沒寫嘛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刪掉 然後呢 其實不用存檔 這個存檔我從來沒按過 所以主要是外面的存檔就可以 然後呢 你看再插入一下 你會發現 這邊就沒有使用者定義了 沒辦法 不見了 而且沒手 有沒有 所以啊 你要能夠觸發他的話 一定要這邊有一個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你打一個Function 然後呢 名稱叫手機好了 那如果你Function你不會拼 有個簡單的方法 插入程序 裡面就有個Function 然後你給他一個名稱 叫什麼 叫手機 這樣子 有沒有 也可以啦 如果你記得講 你就打Function 空一個 手機Enter也可以啦 然後按確定 只是說他會多一個叫Public 這個Public拿掉沒關係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Sub呢 他有點像是反正做完他就結束了 他也不會跟你互動 但是呢 Function不一樣 Function是要互動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那你要給三個答案 那三個問題其實就是取得參數 他會問你三個參數的名稱 那你給他了 他取得了 才會得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 一 如果你要Function的話 就是 你可以用插入程序 OK 或者自己打 二的話呢 請你把手機的名稱 放在自己的前面 手機 等於 那Sub是 Sub是 把儲存格放前面 那可是Function 是自己的名稱 這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 比較不好記 那手機裡面後面的公式是什麼 就是 09 其實跟剛剛那個很像 09什麼呢 另外的話 因為使用者會跟你要三個問題 什麼問題 記得把那個三個參數的名稱 放在小瓜糊裡面 Sub是空的 但是Function通常是會有 哪三個東西 123 把這個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記得呢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所以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 電信業者給我一下 第二個問題是 門號區碼給我一下 或者簡稱一下 叫 這樣好了 好 所以呢 將來會跳出三個格子 請你填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要把最後的結果 Return 返還給誰 給自己 那你游標放哪裡呢 他就會把資料丟到那個位置裡面去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09 後面的部分呢 電信業者 跟那個Excel裡面做的蠻類似的 跟剛剛有點類似啦 什麼 09 然後後面是什麼 電信業者 有沒有 就這個 所以會選這個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 AND CBA店 Format 然後呢 把這個門號區碼一樣 剛剛是抓那個儲存格 現在的話是直接從這個參數 帶資料過來 比如說他選了84 放在這裡 豆點後面就是什麼 000 一樣格式化成3碼 幫我輸出到這裡 那這樣就有什麼 084 那末碼怎麼辦 一樣吧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貼到這裡 那這邊就改一個末碼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頂多是這個 太長了 一樣喔 我在第一個 第二個後面這邊 加一個底線 然後ENTER 然後按個TAB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不然的話 每次都被擋到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我是覺得 就是規則啦 OK 剛開始如果一下不熟悉沒關係啦 回去再看一下這個 雲端上的參考答案 然後多做啦 以後應該就慢慢熟悉了 我是覺得也沒什麼訣竅 就熟就OK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試著來看看 一樣喔 最後如果要驗證說有成功的話 游標放在這裡 其實這裡就是將來 這個手機返環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丟過來 它會丟到這裡來 大概類似這樣呢 所以Return 放哪裡 就Return到這裡 那我們插入 這個有沒有使用者定義U 有沒有手機 按確定U 然後有沒有三個格子 有 1 2 3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就透過1 2 3 三個資料 傳給那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呢 最後串接的結果 可以看到 那你按個確定之後 因為它自己丟給自己嘛 所以自己的東西呢 它會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就完成 好像有一個cycle一樣 OK 按確定 就完成 然後快點兩下 這樣子 就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的第15頁 等於是剛剛這個的下一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